大家好,要介紹一下鋸子 那我們這張鋸子的時候,常用的鋸子有這幾種 有包含鋸鐵的 你可以很愛鋸木頭,但建議鋸鐵就好了 再來還有折合鋸 還有手線鋸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介紹手線鋸 那他們的差別就是像這種折合鋸 折合鋸要打開的時候,記得這邊有個開關 開關打開完之後呢 我們鋸子的形狀要看一下 它是斜下來平的 斜下來平的 斜下來平的 這個是要跟你說,它是像聖誕樹的形狀 斜平斜平斜平 記得,木工的鋸子是這樣 所以你在使用木工,裝木工限鋸的時候 這個也要是斜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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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對喔,因為裝錯邊你拉的時候會跳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但是一般來講 你要鋸木頭主要是用拉的 那像這種鋸鐵的鋸片是往前的喔 是斜上去平的 因為推比較有力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鋸鐵的時候 換鐵鋸條,它是要朝前的 但是木頭的鋸條是要斜下來的 再來呢,這兩個鋸子不太一樣喔 像線鋸它本身小小的,它可以邊鋸邊轉彎 可是像這種折合鋸,它本身很大一片 是屬於鋸直線的 也就是今天我要鋸直線,我應該要跳這一把 但我們今天要鋸到造型 就要跳這一把了 好,那這一把呢,介紹一下怎麼換喔 它邊邊有這個 可以扭開,可以鬆脫的部分 像這個你鬆不了,你可能就要拿幾錢子 可以拿那個尖嘴錢 尖嘴錢,拿完之後呢 就像這樣,就可以把它轉開 就可以去換它了 那提醒各位,在換的時候呢 你最好要兩個人 你可以像一個人這樣 最好是兩個人 比如說你可以用身體去壓住它 比如說身體把它頂著 頂著完之後呢,用手把它轉緊 各位提醒你喔 一定要有弧度喔 就是轉緊完之後你覺得不夠緊 可以用這個再扭一下 但是不要太緊好嗎 因為扭太緊,這邊會崩癢 你只要有個緊度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換的時候兩邊都要換了 像這個就是有被用力鋸過 好,再來 要講解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鋸鋸子的時候呢 老師都有一個方式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你要跟鋸子談戀愛 要把鋸子當情人一樣來照顧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有對方太粗暴 就像這樣,怎麼都歪掉 我跟你說,那一定鋸得很醜 所以我們要對它非常的溫柔 那怎麼溫柔呢 首先齁 我有個特別的講法 就是我把鋸東西包裝成一個約會 你要跟它約會之前 一定要選一個很好的約會位置 那如果是桌子怎麼挑呢 建議你挑在邊邊角角 為什麼呢 因為你挑邊邊角角 你要從這邊鋸可以 從這邊鋸可以 你可以變化各種角度 但如果你挑在這 欸,這就有問題囉 你等一下就會看到有人這樣鋸 有人這樣鋸 哇,那動作真的很花俏這樣 可是我跟你說,不好鋸 所以最好的位置 是在桌子的邊邊角 有看到嗎?桌子的邊邊角 那邊邊角呢齁,抓到邊邊角之後呢 欸,為什麼邊邊角好? 因為你等一下 手部的動作可以非常大 手部可以,這邊動可以,這邊動可以 可是你在這邊就會被它撞,你懂嗎? 就會被卡住 所以我們要抓到最邊邊角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抓到好位置 讓你手可以做到最大的伸縮 這樣可以嗎? 我影片有拍到齁 最大的伸縮齁 我覺得桌腳是最好的 因為你可以這樣 也可以這樣 還可以調各種角度 所以桌腳,第一個要調桌腳齁 那第二個呢 調完桌腳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對它非常的溫柔 什麼叫溫柔呢齁 好,假設我已經畫好線要鋸了 那在鋸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刀 要下刀的時候呢 各位看好了齁 線的中間 線的左邊,線的右邊 應該鋸哪邊呢? 基本上今天的作品沒有關係 那老師就鋸線上就好齁 假設今天要做一個很 要做一個很密合的作品 那你就要先想好 到底應該鋸在線的左側或右側 才不會放不進去或太大太鬆 那因為今天只是要做手機架 所以基本上我鋸在線上就好 那第一刀呢 第一刀呢 首先 先讓 先讓 擺好完之後呢 建議你這邊要夾夾鋸 那接下來呢 讓鋸子抓到位置之後呢 用大拇指去壓著線鋸 壓著線鋸 輕輕往上推就好 各位 往上推 不要下拉 上推就好了 再來一次齁 用手鋸 壓住線鋸 讓它輕輕往上 往上就好囉 你就會發現 它的鋸子吃進去了 吃進去完之後 記得要開始溫柔了 怎麼溫柔呢 像這樣 各位看齁 輕輕的拉就好了 保持節奏 拉的時候呢 麻煩拉到最大 可以嗎?拉到最大 請不要只有拉一點點齁 像這樣 這叫拉一點點 這個真的不好去齁 麻煩你拉到最大 拉到最大 把它保持節奏 放鬆就好 他老師做一個很誇張的 你看我拉幾刀 他已經進去了 做個很誇張的手法齁 我用三根手指 只是為了抓住他 抓住他完之後你看齁 他還是會前進 有沒有 他真的有在前進齁 所以我跟你說 真的不用很用力 你只要溫柔的 溫柔的 記得齁 因為等一下你會看到很多 很多同學會這樣 好像跟他有醜一樣有沒有 有的還會用兩隻手 抓著狂鋸 我不知道鋸子有得罪他什麼 他們可能是有醜吧 就放鬆的抓著他前後拉就好 鋸子就會慢慢吃進去 而且你保持節奏 把鋸弓拉到最大 他鋸完的線會很漂亮 OK嗎?像這樣 你就可以慢慢把它鋸斷 在鋸的過程 要提醒你齁 正面要看 旁邊要看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鋸歪 會鋸成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前後都要看 就慢慢的鋸就好了 記得保持節奏 然後慢慢拉 他就會過去了 那個聲音各位聽一下齁 那個聲音像這樣 再來呢 要跟我講齁 你在鋸的過程齁 請你不要坐著 OK嗎? 你要嘛跪著 要嘛站著 要嘛蹲著 不會坐著 因為坐著會晃蛇 你會像這樣有沒有 像這樣 哎呦明天吃什麼呢 在這邊 你就會鋸到 而且那個動作 你會 這動作很奇怪對不對 這就是你約會地點沒跳齁 挑個很奇怪的位置在約會 所以呢 各位提醒你齁齁 就是 你要嘛跪著 要嘛站著 像老師都是用跪著 因為很像求婚姿勢 欸我就是要跟你好好求婚 所以呢 你可以使用跪著的姿勢 做一個最輕鬆的姿勢 把它有鋸完 這其實很快啦 下去鋸完 以上大概是 鋸子使用的技巧 各位提一下齁 因為這次其實沒有裝好 這次他這邊空太多了 這整個應該再夾進去齁 反正這整個要再重磨一下 好 以上是這樣 謝謝 謝謝